鄉親啊 今年入秋的第一波的 東北風到尾路 會開始 東北風情供 水氣增加 既然有急報道 發生的機率 昂晚我們都會明顯下降 拜六之前 激溫都在十九度以下 禮拜那天會翻較燒爐 但是後來禮拜一 禮拜二 又受到博士冷卻的影響 北部跟東北部 早到晚時的激溫 會降到十八度以下 這個一個文差很大 鄉親就要注意請坐 出外拍這段一頭 覺得燒燒很好 不過會半補就要明天了 今年入秋第一波 在東北幾乎報道 白時暗時到白六的早上 但北部有機會出現 就沒有更大的浴室 北部的天氣也會變差 溫度變假 夜晚的地溫呢 在週六之前 北部東半部地區 預估可能的最低溫度呢 大約在十九度 二十度左右 而週一 週二 還加上的 雲量偏少 有夜間輻射冷卻的影響 北部 東北部地區 甚至一部分的中南部地區 夜晚以及清晨的低溫 將有機會低於十九度到十八度 後禮拜還會看到出一頭 但是早上電腦會受到 好色冷卻的影響變得越冷 幾乎可能在十八度以下 日子的溫差非常大 要外出的民眾 一定要快點帶外套 他不用去冷到